两个地区的地名龙三纪也就是荔枝顺 今年三龙四冬拼击也相当有龙 两个地区龙会也伺秀套过加工品来增加农民的修业 现在也准备在25号至26号两天 在党会及到農区古板行销网站 邀请民众作会来拼击两个地区的荔枝顺 荔枝是两个地区地名龙三纪 对外观到体型上方民来分析 可以分作高级 其中的积极到高级是适合计较多的分类 但是在农业部的勘刷之下 两个地区龙会跟加工业者合作 这做加工品 让消费者可以轻松吃到就算 当时增加农民的收益 我们的绿竹水是经过产销班共选共计 就是从一级到九级 那我们就是将前面的几点送到台北果菜市场去做拍卖 然后就是当天就是隔天的价格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就是比较后面一点的级别呢 就是我们是跟我们的屏东的炉季食品有限公司去做合作 然后将我们的新鲜绿竹笋去做真空笋 那就是消费者就是直接打开就可以直接食用 然后非常的适合现在就是小家庭的去食用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跟卢季食品公司的真空笋 在我们知名的一个通路都可以买得到就是我们的全链 那就是欢迎大家一起来采购 后面的几个等级 那在外观上可能比较不讨喜 所以在拍卖价格里面就会比较差一点 那我们龙其龙会跟卢季公司他们去做合作 就是将这些比较后面的等级的这些笋子 然后做加工用把它抽离市场 那维持我们市场这些比较外观比较好的这些等级的笋子的价格 这样的话可以维持我们价格的稳定性 那另外这些比较如果在拍卖上比较低价格的这些后段的这些笋子 事实上它因为加工的关系它可以维持它的一定的价格 对农友来讲是另外一个获益 所以我们就在农粮署就媒介这两个单位进行合作 为了行销农袋区的立竹顺 农会也积极来提供 就要在25号、26号两天 在当区的家里农期古板行销活动 让消费者可以试试农袋的立竹顺 我们绿竹笋凭借 我们就是移到我们台南市农会的假日农事去举办 那主要就是让消费者能更认识推广说我们的农期的绿竹笋 那我们的评鉴呢 我们就是邀请到我们改良场的一个三位参加学者去做评鉴 然后从它的外观色泽、柔韧度、甜度、气味等等去做评分标准 然后当天呢除了评鉴的比赛之外呢 我们还有就是邀请到青龙以及农会去做我们的展售跟推广活动之外呢 还有我们的古早味的硬笋DIY 然后邀请民众来报名 然后另外还有我们的笋汤 然后以及我们的新鲜绿竹笋去做试试推广 然后邀请大家在这个周末25月25、26号一起合家利盈 我当期间中的邀请20个油漬人农着三品大尾 当时也来准备迪顺的料理给民众计价 这件的行动也来结合迪顺的并感 欢迎民众做会来拼向梁京的油漬农山 当时设施迪顺相关的地势 既舍过不去梁京区采访不得 准备